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5年获得世界赛两连贯,2016年更是在领域奥运会成功登顶。 从陈龙取得过的成绩来看,他误会是林丹之后世界语谈最出色的球员。 不过让人担心的是,陈龙的状态并不好,迄今他已经9个月单打无贯,而且之前和马来西亚以及印尼公开赛,陈龙都遭遇一轮流,安赛龙同样问题不小。 虽然去年12月的世界语联组决赛拿下冠军,而且今年初又在马来西亚大师赛拿下冠军,但是安赛龙遇到了伤病的考验,做了一个脚踝手术,错过了3月的全英公开赛。 这个手术似乎影响了他的身影状态,近几个月表现不算太强颜。 然而,28岁的陈龙,又一次遇见23岁的安赛龙,对于陈龙来说考验更大。 正如之前所说,看上去陈龙是走下坡路的,状态备受质疑,安赛龙还是在上升期,需要一个世锦赛冠军来证明自己世界第一时至名归。 从某种角度来看,这场双龙会,就是名副其实的争冠天王山之战,最终,陈龙找到了最后,他耳鼻铃打下对手,晋级四强,也超越了自己。 可以说,这一战让陈龙拿下了提前上演的决赛,半决赛面对小失地时日期,这又是陈龙一个考验。 不过,如果能够打出这样的状态,相信陈龙是更被看好的一方。